身体发肤,瘦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时也 立身行道,扬名于后世,已显父母,孝之忠也 福孝,始于世亲,忠于世君,忠于立身 人的身躯,四肢,毛发,皮肤,都是父母给予的 应当谨慎爱护,不敢毁伤,伤害 这是实行孝道的开始 自身有所建树,实行正道,把名声显扬于后世 使父母获得荣耀,则是实行孝道最终的目标 所以,实行孝道开始于侍奉双亲,推广于侍奉君王 最终的目的则是立身行道 最终的目标